人气这个东西一直都带着玄学色彩 小火靠捧 大火靠命 强捧呢就灰飞烟灭 而肖战在经历了几番起落之后 却依旧稳稳地站在顶流的位置 人如其面啊 我们还是先从脸说起 作为娱乐圈这几年最青睐的长头类帅哥 肖战的脸型呢 本身已经具备了宽度收敛 长度充足的优势特点 这样他减少了横张外扩的粗力 上进时呢保证了起码的秀气 同时长头带来的优势呢 还有尽可能的突出内脸结构 因为当外脸内收存在感弱的时候呢 颜值重心如眉眼 鼻形下颗 这些更体现气质和细节的元素呢 就会更为鲜明 所以肖战呢 属于典型的重点突出 五官亮感和些搭配的类型 并非所有的细节都极度精致无死角 但是要凸显氛围的五官呢 却长得极其恰到 在肖战的脸上啊 始终都阴晕着一种特殊的气质 就是属于少年的某种脆弱感 集中体现这种特征的五官呢 便是眼睛 这双眼睛眼力足够长 刷眼皮是非常内脸的那双开扇 内眼角呢延伸感强 这样前收外散的瑞凤眼形 让它拥有了几分飘逸的古典气质 同时呢 下颜件线条有一个向下延伸 轻微下至的圆润弧度 露白较多 这样它实时不寒秋波 配上饱满棚出的卧蚕 不笑也格外柔和 深情凝视的时候呢 又有足够的故事感 就算是体现强韧情绪的时候 以及其开阔舒朗的眉眼间距 我们回顾一下出道前啊 它的下眼瞼线条 其实是没有明显变化的 最大的变化 其实来自于上眼瞼的遮瞳程度 以及上瞼软组织的厚薄 因为这才是真正能够影响 眼形眼神的重要原因 所以大篇幅的讨论 所谓是否做了双眼皮啊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肖战眼睛变化为什么争议大 就是因为这种次变非变的调整 更多的不是专注于形态 而是神态 之前的眼睛肿胀感明确 主要来自于厚重的上瞼软组织 以及明显下垂的上瞼提机 这样它看起来非常的无神 我们会发现 以前不同的照片里啊 肖战似乎可以随时切换单双眼皮 这也是粉丝们澄清 他没做眼睛的重要原因 之前科普过啊 所谓双眼皮的形成机制 其实是上眼瞼皮肤和碱板 形成了粘粘点 从而构成了一条折叠凹陷 而有些人呢 因为上眼皮肤与碱板粘粘不够明确 这种人通常还伴随着 上眼皮皮肤脂肪厚重坠匀 因此它们不是没有双眼皮 而是双眼皮不够鲜明 被隐藏起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通过人为努力的睁大眼睛 将上瞼皮肤进行推挤 在原本双眼皮年龄点上 加强折底 双眼皮就会展现出来 但是呢 这种通过推挤成功的双眼皮 和现在肖战的眼睛 也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双眼皮宽度不一致的同时 眼睛依旧是很无神的 这是因为它之前 还有上瞼下垂的问题 而上瞼下垂的调整呢 本身就需要在双眼皮处做切口 对上瞼提及键膜进行处理 因此肖战眼睛的变化 并不是为了做双眼皮而做 而是为了呈现本身的双眼皮线条 同时调整了上瞼下垂 对于厚重的肿眼泡呢 也进行了削减 整个眼睛比起之前呢 看起来线条形态更为清晰了 可以这么说啊 这双带着下肢 同时线条修长柔和的眼睛 让它看起来温柔 没有成年男性 也长成了过度刚硬 也不是蓬勃阴气中 带着眉牙眼的阴质 而是有着少年人的诚恳柔软 小兽一般的 也性里有着几分右气 这双眼睛是猛虎与强威的组合 让它有了辨识度 也有了让粉丝奋不顾身 保护它的欲望 但是有着这样一双眼睛 肖战却曾经自嘲自己是大众脸 那么下期呢 我们就来讲讲他的不凡与平凡 张望一张大众脸 在重庆奇妙之城里啊 肖战曾经自嘲自己是大众脸 虽然这是高情商的解为回应 但事实上 故人之相 的确也是要红的要素之一 春风话雨温柔和煦 让人少了距离感和攻击性 但是往往太过平和呢 在繁花紧促的娱乐圈美男里 就会少了冲击力 因此肖战的造型和照片呈现 非常需要突出干净透明的皮肤底色 从而突出他的五官形态 光呢要尽量的平和均匀 才能呈现这种干净感 唇红齿白 眼神清明 眉宫平和呢 因此毛发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他不需要太多的色彩加成 更多的拉高对比度 冷掉的清晰质感 对他颜值能够有更好的呈现 要优于暖色的磨砂感 对于轮廓的正义点呢 主要来自于脸型的变化 他从以前的宽方裹子脸 变成了现在瘦削的窄长脸 变化之大呢 是因为他的脸型基础 是下巴很宽且长的 下巴几乎是平的一条线 让他的柔透出几分稳健坚实 下半张脸容积较多 就是出道前宽宽厚厚的样子了 显得扁平且憨厚 现在整体轮廓的改变 靠的是减少容积刷出来的分明感 他的下颌角形态 位置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下颌下缘的形态清晰了很多 奇妙之城里的下颌角形态 骨性层面其实跟以前是差不多的 但是变化最大的是 镊区和两侧面颊容积明显减少 一方面呢 是牙套脸带来的镊部和面颊凹陷 另一方面呢 减肥使皮下脂肪减少 以及后来咬肌的厚度也有所减薄 都让他的脸型出现了鲜明的变化 老实说哈 肖战的颜值变化分析起来 真是让人如履薄冰 顶流的变化总是让人需要真字灼具 但是即使如此呢 我相信啊 我刚才讲的话 肯定也依旧很难令众人满意 成也人气败也人气 强势的粉圈文化在肖战这里 终于酿成了不同分支的结果 肖战和他的粉丝 都成为了娱乐圈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存在 227事件之后啊 肖战的粉丝已经逐渐和路人完全隔离 在某些平台 甚至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理智的粉丝们总在解释 但是呢也无济于事 作为一个明星颜值分析博主啊 我的私信里呢 其实时常塞满各路粉丝 要我道歉 以及自己爱豆的澄清小作文 不声其扰的同时 我也时常感叹 伤害与被伤害总会相互转换 所谓强势的粉圈文化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一种毫无边界的仰望热爱 为哥哥们的美貌上头沉迷的时候 毫不顾忌他人的体感 不能接受不同的声音 盲目的为了一点小事 而进行肆意攻击 这些年有多少人被顶六的粉丝网报 有多少人不堪其扰 有多少发声者被五嘴炸好 粉丝力量是为爱豆们开山披露的利剑 但同时如果不加控制不加约束 也会成为伤害爱豆本人 以及妨害社会秩序 违反善良风俗的刀组 不论你粉任何明星 其实追星呢 只为快乐 虚张声势